嗨 忍不住人 今天你停一杯了 嘿嘿 停一杯囉 爸 現在頭上頭 你還在喝酒嗎 這不是酒啦 老公 你還在喝酒喔 沒有啦 你有血糖問題 你還喝酒 這是蘋果醋啦 蛤 喝蘋果醋要做什麼 我聽人家說 喝蘋果醋可以降血糖啊 蘋果醋可以降血糖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效果 對嗎 你們知道嗎 綜藝哥哥又來當白老鼠了對不對 真的假白老鼠 看到他就知道 他有血糖問題 所以我們上次之前有拍了 像比如說運動跟血糖的關係 超慢跑啦 然後還有吃東西跟血糖的關係 來幫大家實測了 血糖手錶到底有沒有用 對啊 各式各樣對不對 吃不到東西 讓我們放一下就起來了 但是除了拍這個以外 最主要還是希望我的老爸 可以注重他的身體健康 你是不是有一陣子來自己做醫生 該吃藥 沒有吃 那時候怎麼會忽然要停藥 我都不喜歡吃啊 我沒怎麼樣啊 好好啊 我會吃一睡就喝嘛 對不對 都很真的會這樣 尤其是有一些慢性病的 他比如說現在沒有什麼症狀 他又沒有涼血糖 也沒涼血壓 就覺得他感覺現在蠻好的 沒什麼事 所以他就停藥了 對啊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分享給有需要的人傳給他們看 對 那我們今天要來測什麼 聽人說這個喝蘋果醋 對血糖有很大的幫助 確實是有這種說法 蘋果醋這個東西 其實對健康也蠻多好處 這個也不是我講的 這是真的有期刊 在2012年有發表在一個 食品科學跟食品安全綜合評估的 一個期刊裡面有講 喝這個醋跟健康到底有什麼幫助 比如說他可以抗氧化啊 抗菌啊 抗感染啊 剛才你講到的醬血糖 還有時候可以幹嘛 可以減肥 為什麼他可以減肥 算把這個油打死 這是一個比較白話文的說法 但實際上也不是這樣 然後這個期刊裡面 還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成分是什麼 咖啡鮮淮糖 他主要是可以抑制雙糖梅 意思就是抑制我們澱粉的吸收 一般我們是不是吃飯裡面是多糖 進到身體是不是就開始分解 所以多糖會分解成雙糖 雙糖再分解成單糖 再被我們身體吸收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讓你可以變瘦 可以減肥 而且降血糖 不管人喝醋 就是好醋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為大家實測 喝蘋果醋 到底可不可以降血糖 氣快買 就讓我們測下去囉 我們現在準備進行測量 而且我們今天又邀請到 我們一個對照組出來 因為今天測量條件是什麼 就是喝20CC的蘋果醋 然後兌水嘛 套成300CC這樣 下去喝不然太酸了 因為這個蘋果醋 它的糖分含量是很低的 那除此之外會讓他們兩個人 一個是有糖尿病的 一個是沒有糖尿病的 一個正常一個不正常 然後讓他們都吃一片吐司 那這片吐司剛好測量 大概是46公克左右 所以換算成碳水的話 大概是差不多25公克 接近半碗飯 蛤 幾瓶半碗飯喔 對啊 因為半碗飯大概是30公克 這個算是比較大片一點點 早餐店的那種是大概四分之一碗 那這個是接近半碗飯 蛤 我都去買很厚的那個 還裂成碎的那種的 透片的喔 加牛奶的耶 所以碳水量就特別高啊 所以你升糖指數就快 剛剛你們都空腹嘛 空腹 還要吃東西 所以我們會空腹先測一次 每隔15分鐘再測一次 為了要做這集我正常 6點沒吃到這集嘛 很餓會看到啦 吃一片會飽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測量 因為他們兩個都已經有裝這個CGM 這個是出的一個連續血糖偵測裝置 然後用APP感應一下 就可以看到現在的血糖指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綜藝哥哥 來 看他這個血糖指現在是多少 來 請測量 好 給鏡頭看一下 108 108 對 因為他其實是有糖尿病 所以這個數值我們也不感覺他多高啦 算是滿正常的 對他來講 100左右啊 但是血糖指你們知道正常是多少嗎 空貨是100下 好 或是阿媽量一下 87 來 給他們鏡頭看一下 一個是87 一個是108 這有標準跟目標準差在這裡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他們喝那個蘋果醋 蘋果醋就配麵包一起啦 其實你這個喝醋啊 是要在餐前或餐中這樣 會比較有幫助 它才可以下去作用 好 20cc 來 這可以直接存飲嗎 也可以 只是會太酸啦 沒錯 好 那你們自己再加氣泡水這樣 那氣泡水沒有熱量 沒有啊 水沒有熱量 對啊 邊吃邊配這樣 看一下喔 等一下我們每15分鐘會測量一次 這種沒有糖的那個 炒到湯裡面 正常血糖指是100以內 如果你是100到125這個區間的話 它就是算是糖尿病前期 那126的話就算是糖尿病 好 那這個吐司安麥特別烤過 欸 這不能混料喔 沒有啊 就直接這樣擺吃啊 會營養慢慢吃 比賽結果 它不能沾醬 因為我告訴你 我正常的人我吃會消耗掉 那它可能會囤積啊 它應該也不是囤積啦 它是會胰島素阻抗 怎麼叫胰島素阻抗 你現在吃了碳水化 或進去血糖是不是會升高 升高的時候你一樣會分泌胰島素 但是你的胰島素沒有作用 所以這個就叫阻抗 正常的話我們血液的葡萄糖升高 胰島素作用的話 會把血液中的葡萄糖 抓取到細胞去利用 這時候你就會血糖降下來 但是它分泌胰島素 但是它也沒辦法抓取到細胞去利用 所以你這時候就叫 胰島素阻抗 這就是為什麼你是正常的 跟你有糖尿病的人 你吃東西的那個變化會不一樣 文藥老師我問你喔 像他如果碳水吃少一點 他把蛋白質跟青菜把它拉高 碳水不濕可以嗎 不行 還是要吃 就是碳水量把它降到最低 要它還加運動 要它有機會 會讓它爭取 當然啦 就是可以讓血糖在一個恆定值 比方長期在這種高血糖 長期在這種高血糖的話 身體是一直發炎的 會怎樣 發炎的話血管就會容易卡 然後就是容易心肌梗塞 它會更啊 中風啊 然後影響它的血壓 所以這都是共病症啊 它的血壓都在糖裡面 對啊 這樣我們人怎麼會緊張 就容易生鏽 然後生鏽那個血管壁就容易卡東西 久了它就會塞住啊 那我問你他吃一支 如果他會去運動的話 他就不會身體一直在發炎 身體就是正常的狀況這樣 這樣是要運動對不對 對啊 上次就有測啊 吃完它在那邊超慢烤 喝得完嗎 你那個醋 喝得完嗎 可以啊 它喝起來感覺怎麼樣 還OK啊 我一直臭咖啾 聞起來是有點 臭咖啾 因為那個醋酸的味道啊 喔 乾了喔 好乾喔 啊這人是這樣子啦 哈哈哈哈 那現在是喝完 蘋果醋加 吃完一片吐司之後的15分鐘 我們來測量一下血糖的變化值 我們都同時測 然後給鏡頭看一下 剛剛108現在105 還在講 還在講 因為消化吸收沒有 這大概一把 看一下 好 一起給鏡頭看一下 到後面都講了 一個是105 剛吃東西 來講一下 不是 是因為你還沒有消化吸收 你不是說吃了馬上就消化吸收 他可能會要一些時間 固體食物 像我們在測 一般都大概三四十分鐘 之後才會有 慢慢有一點變化 好 那再過15分鐘 我們再測一次囉 飯後30分鐘 等於是這個第二次檢測 看一下那個變化值 通常吃這種 算是精緻碳水300 白麵條 白肚絲 白麵包 白麵包 白飯 99 因為有上升 所以就是這個部分 就開始慢慢的上升 但是上升幅度還沒有到很大 好 現在是第三次 又夠15分鐘 我們來檢測一下 看看飯後45分鐘 血糖會怎麼變化 我的96 133 你們吃一樣的東西 那算還好了 133 你只要一片而已 如果還吃兩片 兩片的話 對啊 一般人都吃兩片 對啊 像我都吃五片 那阿媽的話 他這個可能 也還慢慢再上升 也沒有算高啊 對啊 我都還100以內 嗯 飯後一小時 我們來看一下血糖的變化囉 155 欸一個小時 你就暴衝到155了 110 好 110 你看 有在升耶 有沒有 你又開始 他往上又要發炎 對 身體又要泡再糖 他泡那個就是在發炎喔 對啊 深糖 我像我這樣呢 你這樣是正常脂肪 所以不用擔心啊 我是正常的人 那這個不正常的 現在是飯後 一個小時又15分鐘 等於是第五次測量 一個134 你也有在升高喔 161 161 真的是吃那種精緻碳水的話 升高的速度其實算快 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 應該 但你已經超飆了 好 那我們繼續 接著看下去 第六次 也就是飯後的一個半小時 通常應該是兩個小時 會到達一個高峰 看看這兩個 嗯? 你已經開始 往下降了 阿媽已經開始往下降了 你看他才123 你還是在 上升耶 他更高了 你的胰島素就一直沒有用啊 他一直在煮抗啊 一直爬著對啊 對啊 你就算血糖高 然後胰島素有分泌 他也沒作用 現在是飯後 一個小時又45分鐘 來看一下變化如何喔 快一點 還沒化那裡 誰還沒有 再一次啊 出現那個就燒不到 出現那個就燒不到 出現 這個是常有的事情對不對 如果你連續測 有時候出現的頻率蠻高的 就是會忽然 太平凡了 太平凡了 飯後兩小時的數據 那 阿媽是沒有變高啊 你剛剛就已經差不多在110幾了 然後中藝哥哥還是持續在上升 持續不會停到 但是 會停吧 還在高點數 阿媽應該是測得差不多了啦 就飯後兩個小時 那中藝哥哥我們繼續再看一下 他的變化是怎麼樣 現在是餐後兩個半小時 看一下中藝哥哥的變化 阿媽應該是 沒什麼差啦 好 開始往下降了喔 所以你的坡度應該就知道 兩個小時是高點的 欸 我的70咧 我是降到70咧 對啊 你降得好快喔 因為你血糖120-130的時候 你胰島素就作用 作用之後你就 因為你功能正常嘛 所以他馬上血糖就降下來 然後他就會很 很慢的可能 所以我肚子有一點餓了 對啊 因為你血糖降下來 就肚子餓了 那明天我們還要再做一次實驗 就是這個是有喝那個蘋果醋 而且一點點而已耶 然後跟沒有喝蘋果醋 吃吐司再來比較好 吃一片吐司 來 都不要吃 我們看一下明天喔 現在到了第二天了 現在是一早嘛 都還沒吃東西對不對 肚子餓嘛 肚子餓嘛 肚餓 肚餓了 今天的測試就是要怎麼測試 就是我們沒有喝蘋果醋 然後直接請他們一人都吃一片吐司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你們空腹的血糖值是多少 一個102 一個108 好 那我們今天一樣喔 就要來吃這個吐司 剛剛有烤過了對不對 嗯 早餐喔 好 過15分鐘 再量 現在是吃完吐司過15分鐘 我們來看一下兩位的數據如何 你是96 96跟117 也都有慢慢升高一點點 但是固體的食物其實老實說 它消化吸收的速度不會那麼快 現在是飯後30分鐘 就是吃完吐司了30分鐘 我們來看一下兩位的蟹糖姿勢 我哪有53 你說往下掉喔 對啊 我怎麼掉那麼多 這個會不準嗎 有可能啊 重量一下 對啊 你再量一次看看 忽然掉到53就不太準 那我哭了 嘿嘿嘿嘿 185 欸 你跟昨天有沒有吃醋差好多喔 可能 我怎麼會53 你這個很奇怪 我可能要撞飛喔 你們兩個一個那麼高 一個那麼低 到底怎麼回事 你可不可以幫我搓血看看 好啊 我幫你看一下你的那個 你看我用試紙 有 97啊 對啊 你看 97啊 所以它大概是97 這餐後30分鐘 我就沒有頭暈啦 啊來 來 它203了 哇 你才30分鐘欸 我真是的胖了你這樣 你才30分鐘 欸 你有喝醋跟沒喝醋差好多喔 好 那我們再過15分鐘再測量一下 現在是飯後的45分鐘 等於是第三次 你這71 還是那麼低 200 還是那麼高 哇 哇 一個是212 一個是71 哇 欸 你們吃一樣的東西欸 就一塊吐司而已啊 所以你對那種碳水的這個 反應真的是很激烈 因為你的胰島素都完全沒辦法 有什麼作用這樣 那媽媽可能要再炸針了 因為你71 對啊 你看 120 那個誤差有到50欸 很大欸 209跟120 現在是飯後的一個小時 等於第四次的意思齁 你要不要再炸一針 我這次第三次了 炸針就是這個麻煩啊 對啊 會聽一下 你說它準確是沒錯 但這是麻煩 你看134 對 表情這個沒做 要誤差 這個是飯後 一個小時嗎 一個是199 一個是134 那你也沒做 你的反應更高 我沒騙你 沒有啦 不然你再一次試看看 好啊 來 來來 會痛嗎 會啊 怎麼不會痛 大家真的倒一下說不聽 172還比較低欸 對 但是你 還是高很多啊 跟昨天有沒有喝醋 差滿多的 昨天喝醋你好像只到一百六十幾吧 我記得 現在是第五次 飯後一個小時又15分鐘 十幾天差不多炸八次 對啊 我那天沒聽 炸八次的印太好 你三年 對啊 現在趨勢又變準了 你看 來 一個是174 然後一個是130 現在是第六次 飯後一個半小時 162跟115 好 我都在140以下 有沒有吃東西 對啊 你其實也不會超過啊 嗯 我都不會超過 現在是第七次 飯後的一個小時 又45分鐘 我這個63 63再加20 來 你這邊 144 好 那我幫阿媽扎針一下 你的誤差值好大喔 好奇怪 對啊 好 109 109 對啊 對啊 一個飯後一個小時又45分鐘 一個144 一個是109 那我們等一下再看最後一次的變化 現在是飯後兩小時 91 91 90 53 這是有糖尿病跟沒糖尿病的 這就是為你們實測喔 這個蘋果醋 對血糖到底有沒有幫助 這樣看起來喔 你的差別好像沒有很大 不會弄起正常範圍 對啦 你的變化就很小 那 但是反觀喔 中藝哥哥的 他差距很大喔 因為第一天的時候 他其實血糖 我最高值我記得 他只有到160幾吧 但是第二天很快喔 就升到200多 200多 所以有喝醋 要喝無糖的啦 對啊 那個醋的糖分也不能高啊 就是你要看那個營養標示 然後你也不要喝多 就大概是20到30cc 那喝醋當然有它的一些好處嘛 就我們講的 比如說它有抗氧化 有一些有激酸啊 那除了這以外 可以讓血糖比較穩定 還可以減肥 因為相對來講喔 你這個有激酸的成分 或者是裡面的一些物質喔 就可以讓它抑制它的雙糖霉嘛 你還記得雙糖霉嗎 對啊 你說 原理是什麼 原理說 雙糖它吃進去 那就會變單糖 單糖它就會跑到血液裡面 欸 講得不錯喔 我們一般吃那個土質對不對 那個叫多糖嘛 多糖進去會消化嘛 然後消化就開始分解嘛 多變成少 所以多糖會先變雙糖 雙糖再變單糖 醋裡面的成分就是它可以抑制雙糖霉 就會讓它沒有辦法再繼續吸收分解 所以這時候自然而然你的體重就可以得到控制了 而且血糖還得到一些穩定 但是不是只有這個方法啦 你也可以自己評估看看 因為喝醋是一個方式 你可能比如說在餐前餐中喝一點這種醋 但是真的要控制血糖還有很多啦 多喝醋不要吃醋 結論是什麼 你當然要均衡飲食控制 跟你挑選的食物有很大的重點 尤其是你碳水化物的總量 這我常常在講 包含你有沒有運動啊 你的睡眠足不足夠啊 你的心情怎麼樣啊 有差別 這個其實都差距很大 尤其是現在已經有血糖問題的人 要特別注意 千萬不能讓你高血糖一直處在這種高血糖下面 你身體就會一直發炎 我跟你說 那是我們家有營養是用它專業的 要不然我們告訴你一般的人怎麼會有 對啊 但是我們就是拍這種片 讓大家了解 不是還有呢你要配合 明明知道像他明明知道 你不去執行也是不好 知道跟做到的距離還是很遙遠 差很大 但是你看到這個影片 我覺得也是希望分享給你覺得有需要的人 讓他們多多知道控制飲食的重要性 你就會有需要的 如果按照做的話 如果按照片 這個影片 要看